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中华民国人民户籍之登记,依本法之规定 第二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三条,户籍登记,以户为单位 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长,单独生活者,得为一户并为户长 一人同时不得有二户籍 第四条,户籍登记,指下列登记 一,身份登记 一,出生登记 二,认领登记 三,收养,终止收养登记 四,结婚,离婚登记 五,监护登记 六,辅助登记 七,未成年子女全力义务行使负担登记 八,死亡,死亡宣告登记 九,援助民身份及民族别登记 二,出生户 二,出生户 三,迁徙登记 一,迁出登记 二,迁入登记 三,迁入登记 三,迁入登记 四,分,合,互登记 五,出生地登记 六,依其他法律所为登记 第五条 户籍登记 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于其辖区内分社户镇事务所办理 第五至一条 本法所称户籍资料 指线户籍资料 除户籍资料 日据时其户口调查部资料 户籍登记申请书 户籍档案原始资料 不测及电脑除存媒体资料 前项所称现户户籍资料 指同一户长户内限住人口 陈居住该指之签出国外 死亡 受死亡宣告及废止户籍之非 限住人口户籍资料 除户籍资料 指户长便跟前户籍资料 现户籍资料 除户籍资料 及户籍登记申请书 格式内容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章 登记之类别 第六条 在国内出生未满12岁之国民 因为出身登记 无一儿童尚未办理出生登记者 一同 第七条 认领 因为认领登记 第八条 收养 因为收养登记 终止收养 应为终止收养登记 第九条 结婚 应为结婚登记 离婚 应为离婚登记 第十条 删除 第十一条 对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依法设置 选定 改定 着定 指定 指定或委托监护人者 应为监护登记 第十二条 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置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便是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显有不足之情事 经法院为辅助之宣告者 应为辅助登记 第十三条 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 经父母协议或经法院裁判确定 调解或和解成立由父母一方或双方认知者 应为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登记 第十四条 死亡或受死亡宣告 应为死亡或死亡宣告登记 检查机关 军事检查机关 医疗机构于出具相验尸体证明书 死亡证明书或法院为死亡宣告之裁判确定后 应将该证明书或裁判要旨送当事人户籍地支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前项办理程序 其限 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四之一条 原住民身份及民族别之取得 丧失 变更或回复 应为原住民身份及民族别登记 前项登记 依原住民身份法及其相关法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在国内未成设有户籍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因为出设户籍登记 一 中华民国国民入境后 经核准定居 二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规划或回复国籍后 经核准定居 三 大陆地区人民或香港 澳门居民 经核准定居 四 在国内出身 十二岁以上未办理出身登记 合法居住 且未成出境 第十六条 签出原乡 镇 市 区 三个月以上 应为签出登记 但法律令有规定 应服兵役 国内就学 入矫正机关收容 入住长期照顾机构 或其他类似场所者 得不为签出登记 全户迁徙时 经警察机关边列案号之失踪人口 矫正机关收容人或出境未满二年者 应随同为签洗登记 出境二年以上 应为签出登记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适用之 一 因公派驻境外之人员及其眷属 二 随我国籍远洋渔船出海作业 我国国民出境后 会持我国护照或入国证明文件入境者 其入境之期间 仍列入出境二年 应为签出登记期间之计算 第十七条 由他乡 镇 市 区 签入三个月以上 应为签入登记 原有户籍国民签出国外 持我国护照或入国证明文件 入境三个月以上者 应为签入登记 原有户籍国民 惊许可回复中华民国国籍者 一同 第十八条 同一乡 镇 市 区 内 变更住址三个月以上 应为住址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 在同一户籍地址内 不同户兼令立新户或合并为一户者 应为分 和 户登记 第二十条 中华民国人民初次申请户籍登记时 其出生第一下列规定 一 申请户籍登记 以其出生地所属之省 市 即县 市 为出生地 二 无依儿童之出生地无可考者 以发现地为出生地 三 在船机上出生而无法确定其出生地者 以其出生时该船机支柱侧地 国籍登记地或船机港所在地为出生地 四 在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安置教养 其出生地或发现地不明者 以该机构所在地为出生地 五 在国外出生者 以其出生所在地支国家或地区为出生地 六 不能依前五款规定确定其出生地者 以其居住出所地为出生地 第三章 登记之变根 更正 撤销及废止 第二十一条 户籍登记事项有变根时 应为变根之登记 第二十二条 户籍登记事项有错误或脱漏时 应为更正之登记 第二十三条 户籍登记事项自始不存在或自始无效时 应为撤销之登记 撤销中华民国国籍之丧失或撤销中华民国国籍者 一同 第二十四条 户籍登记事项似后不存在时 应为废止之登记 丧失中华民国国籍或台湾地区人民身份者 一同 第二十五条 登记后发生诉讼者 应此判决确定或诉讼上和解或调解成立后 再为变根 更正 撤销或废止之登记 第四章 登记之申请 第二十六条 户籍登记之申请 应向当事人户籍地之户正是物所为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线 一 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并刊登政府公报之指定项目 其登记得向户籍地以外之户正是物所为之 二 双方或一方在国内现有或陈设户籍者 在国内结婚或离婚 得向任一户正事物所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 三 双方或一方在国内现有或陈设户籍者 在国外结婚或离婚 得检据相关文件 向我国驻外使领馆 代表处 办事处 以下简称驻外管处 或行政院于香港 澳门设立或指定之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团体申请 经验证后 含转户籍地或原户籍地 户正事物所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 四 双方在国内未陈设户籍者 在国内结婚或离婚 其结婚或离婚登记 得向任一户正事物所为之 在国外结婚或离婚 得检据相关文件 向驻外管处或行政院于香港 澳门设立或指定之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团体申请 经验证后 含转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中央政府 所在地户正事物所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 或于验证后 向任一户正事物所办理之 五 出涉户籍登记 应向限注地之户正事物所为之 六 在国内之签出登记 应向签入地户正事物所为之 第27条 登记之申请 由申请人以书面 言辞或网络向户正事物所为之 依前项规定 以网络申请登记之项目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并刊登政府公报 第28条 登记申请书 应由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其以言辞为申请时 护正事物所应代填申请书 必要时 应向申请人朗读后 由其签名或盖章 其以网络申请时 应以电子签章为之 前项电子签章 现以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签发之 自然人凭证为之 第29条 出生登记 以父母 祖父 祖母 护长 同居人或府养人为申请人 前项出生登记 如系无一儿童 并得以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为申请人 第30条 认领登记 以认领人为申请人 认领人不为申请时 以被认领人为申请人 第31条 收养登记 以收养人或被收养人为申请人 第32条 终止收养登记 以收养人或被收养人为申请人 第33条 结婚登记 以双方当事人为申请人 但于中华民国97年5月22日以前 包括97年5月22日当日 结婚 或其结婚已生效者 得以当事人之一方为申请人 前项但书情形 必要时各级主管机关及护证事务所得请相关机关协助查证其婚姻真伪 并出具查证资料 第34条 离婚登记 以双方当事人为申请人 但经法院裁判离婚确定 调解或和解离婚成立或其他离婚已生效者 得以当事人之一方为申请人 第34之一条 原住民身份及民族别登记 以本人为申请人 但本人未婚未成年时 原住民身份及民族别之取得或变更之登记 得以法定代理人为申请人 第35条 监护登记 以监护人为申请人 辅助登记 以辅助人或受辅助宣告之人为申请人 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登记 以行使或负担之一方或双方为申请人 第36条 死亡登记 以配偶 亲属 护长 同居人 经理恋葬之人 死亡者死亡时之房屋或土地管理人为申请人 第37条 在矫正机关内被执行死刑或其他原因死亡 无人成领者 由各该矫正机关通知其户籍地户正事物所为死亡登记 第38条 因灾难死亡或死亡者身份不明 经警察机关查明而无人成领时 由警察机关通知其户籍地户正事物所为死亡登记 第39条 死亡宣告登记 以申请死亡宣告者或利害关系人为申请人 第40条 出涉户籍登记 以本人或护长为申请人 第41条 迁洗登记 以本人或护长为申请人 全户之迁洗登记 以护长为申请人 第42条 依第16条 第三项规定应为出境人口之迁出登记者 其户及地户正事物所得进行为之 第43条 分 和 护登记 以本人或护长为申请人 第44条 出生地登记 以本人或第29条之申请人为申请人 第45条 应办理护级登记事项 无第29条至第32条 第33条 第一项淡书 第34条 淡书 第36条 第40条 第41条 及前二条之申请人时 得以利害关系人为申请人 第46条 变更 更正 撤销或费纸登记 以本人为申请人 本人不违或不能申请时 以原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为申请人 护正事物所并应于登记后通知本人 护正事物所依职权为更正 撤销或费纸登记 一同 第47条 申请人不能亲自申请登记时 得以书面委托他人为之 认领 终止收养 结婚或两院离婚登记之申请 除有正当理由 经护正事物所核准者外 不是用前项规定 第48条 户籍登记之申请 应于事件发生或确定后30日内为之 但出身登记致持应于60日内为之 前项户籍登记之申请于其者 户正事物所仍应受理 户正事物所查有不与法定其兼申请者 应以书面催告应为申请之人 第48支一条 下列户籍登记 免经催告程序 由户正事物所进行为之 1.死亡宣告登记 2.丧失中华民国国籍支费纸户籍登记 3.撤销前款登记支撤销户籍登记 4.撤销中华民国国籍支撤销户籍登记 5.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支撤销户籍登记 6.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支配纸户籍登记 5.丧失台湾地区民国国籍警 flag 第48支二条 下列户籍登记 经催告仁部申请者 户正事物所应进行为之 1.出声登记 2.监户登记 3.辅助登记 4.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登记 5.死亡登记 6.出涉户籍登记 7.迁徙登记 8.更正,撤销或废纸登记 9.经法院裁判确定,调解或和解成立之身份登记 第49条,出生登记当事人知性是,依相关法律规定未能确定时,婚生子女,由申请人于护证事务所抽签决定依附性或母性登记,非婚生子女,依母性登记,无依儿童,依监护人知性登记 第50条 9.全户迁离户籍地,未与法定其兼申请签洗登记,无法催告,经房屋所有权人,管理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申请或无人申请时,护证事务所得将其全户户籍暂迁至该护证事务所 矫正机关收容人有前项情形者,护证事务所得竟为牵制矫正机关,不受第16条第一项诞书及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护证事务所接收收容人出矫正机关通报后,应查时并由收容人居住地护证事务所办理迁入登记 第五章,国民身份证及户口名簿 第五十一条,国民身份证用以辨识个人身份,其效用基于全国 户口名簿应登载同一户长户内支线户户籍资料,用以证明该户内支各成员,并以户长列为首栏 第五十二条,国民身份证及户口名簿之格式,内容,绞交之相片规格,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国民身份证及户口名簿之制发,相片影像党建制之内容,保管,利用,查验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三条,空白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印制 必要时,得由中央主管机关统一印制 第五十四条,国民身份证及户口名簿,由户政事务所依据户籍资料列印制发 第五十五条,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与户口名簿,户号之编定及配付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交由户政事务所配付 第五十六条,国民身份证应随身携带,非依法律不得扣留 户口名簿由户长保管 户内人口办理户籍登记时,户长应提供户口名簿,不得扣留 第五十七条,有户籍国民年满十四岁者,应申请出领国民身份证,未满十四岁者,得申请发给 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灭失或遗失者,应申请补领 经户籍登记之户,应请领户口名簿 第五十八条,申请户籍登记至国民身份证,记载事项变更,应同时申请换领国民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毁损或跟换国民身份证相片者,应申请换领国民身份证 户口名簿记载事项变更,应申请换领户口名簿 第五十九条,国民身份证全面换发其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国民身份证全面换发及旧证失效日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 以领有国民身份证者,应于全面换发国民身份证期间换发新证 户口名簿全面换发之相关事宜,准用前三项规定 第六十条,出领或补领国民身份证,应有本人亲自为之 换领国民身份证,由本人亲自或以书面委托他人为之 但更换相片换领者,应有本人亲自为之 护长亲自或委托户内人口办理权户或部分户内人口之签席登记时,需同时申请户内人口之换领国民身份证,不受前项需以书面委托他人办理之限制 第六十一条,国民身份证出领,补领,换领及全面换领,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出领,补领或全面换领 向户籍帝户正事务所申请 二,换领 申请户籍登记至国民身份证纪载事相片跟者,向各该申请登记之户正事务所申请,国民身份证有回损或更换相片之情刑者,得向任一户正事务所申请 前向第一款锁定情刑,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并刊登公报者,得向户籍地以外之户正事务所为之 第六十二条,因死亡,死亡宣告,废纸户籍登记,撤销户籍,补领,换领或全面换领国民身份证者,原国民身份证由护正事务所结缴后收回 国民身份证不法取得,冒用或变造者,发现之机关,够,应含之原发证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注销制发档案资料 第六十三条,出领或全面换领户口名簿,由护长亲自获以书面委托他人向户籍地户正事务所为之 补领或换领户口名簿,由护长亲自获以书面委托他人,向任一户正事务所为之 第六章,户籍资料之申请及提供 第六十四条,户籍资料,除因避免天灾事变,办理户口查对校正或经户正事务所主任何可外,不得西出保存出所 前项资料之格式及保存年限,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十五条,本人或利害关系人得向户正事务所申请阅览户籍资料或交付户籍腾本,申请人不能亲自申请时,得以书面委托他人为之 利害关系人依前项规定申请时,户正事务所仅得提供有利害关系部分之户籍资料或户籍腾本 户籍腾本之格式及利害关系人范围,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十五之一条,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医者,得向任一户正事务所申请亲等关联资料 一,医人公升职法第十五条或第二十九条规定,有查证亲属关系之需求 二,医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有器官捐赠查证亲属关系之需求 三,办理继承登记有查证被继承人之配偶及血亲关系之需求 四,唯一国籍法第二条规定取得中华民国国籍,有查政府货母为中华民国国民之需求 五,依法院要求或法院审判有查证亲等关联资料之需求 六,依其他法律规定有查证亲属关系之需求 前项所称亲等关联资料,指护证机关依据护集资料连接亲属关系,依规定提供之亲属关系证明文件 第一项申请人未能亲自申请亲等关联资料时,得以书面委托他人为之 第一项申请人或前项受托人申请亲等关联资料,护证事务所仅得提供有利害关系之部分 前项申请人范围,利害关系之认定,提供资料格式,申请时应被文件,查证方式,查证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十六条,户籍腾本之申请,得向任一户正式务所为之 但申请户籍档案原始资料,应向原户籍登记之户正式务所为之 第六十六之一条,本人得向任一户正式务所申请结婚证明书,离婚证明书,婚姻记录证明书,迁徙记录证明书或姓名更改记录证明书,本人不能亲自申请时,得以书面委托他人为之 前项证明书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十七条,各机关所需知户及资料及亲等关联资料,应以户籍登记为依据 前项资料,由各级主管机关及户证事务所提供,其申请提供之方式、内容、程序、费用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十八条,各级主管机关及户证事务所为查证户籍登记事项,有关机关、学校、团体、公司或人民应提供资料 第六十九条,人民依本法请领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籍藤本,结婚证明书,离婚证明书,婚姻记录证明书,千禧记录证明书,姓名更改记录证明书,户籍档案原始资料影本,亲等关联资料,户口统计资料,申请阅览户籍资料,应缴纳规费,其收费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七章,户口调查及统计 第七十条,各级主管机关及户证事务所为办理户籍登记,得先清查户口 第七十一条,户证事务所得派员查对校正户籍登记事项 第七十二条,各级主管机关及户证事务所应查继15岁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 第七十三条,各级中等以上学校应每年编造当年币,节,业级新生名册,通报中央主管机关 但国民中学新生名册,得免通报 第七十四条,各级主管机关及户证事务所应分之各种统计表 前项统计表,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及其所属户证事务所应按其曾送该管上级机关,必要时,得办理其他户口统计调查 第八章,罚则 第七十五条,意图供贸用身份使用,而伪造,变造国民身份证,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或病科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行使前项伪造,变造之国民身份证者,一同 将国民身份证交付他人,以公冒名使用,或冒用身份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遗失之国民身份证,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或病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七十六条,申请人故意为不使之申请或有关机关,学校,团体,公司,人民故意提供各级主管机关及户证事务所不使之资料者,处心台币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罚还 第七十八条,公务员执行职务为一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办理者,由其服务机关乘处 医疗机构为一同条项规定办理者,处心台币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还 第七十九条,无证当理由,违反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为与法定其监为户籍登记之申请者,处心台币三百元以上九百元以下罚还,经催告而仍不为申请者,处心台币九百元罚还 第八十条,护掌位一第五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提供户口名簿者,处心台币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还 第八十一条,本法有关罚还之处分,由护证事务所为之 第九章,负责 第八十二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八十三条,本法除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九条,自中华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施行,第四条第一款第六目,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四十八条,第四项有关辅助登记部分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条文自公布日施行 以计务 且 明年 吊